感谢天上的真神带领我们再次的与空中主主爱的目道朋友弟兄姐妹 一起聚集来敬拜神 感谢神让我们又平安的度过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有风有雨有疫情有瘟疫 我们能够平安聚集在这里敬拜神是何等大的恩典 今天小弟想要借由圣灵的代理与圣经的教导 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大能的勇士积淀 大能的勇士积淀这个称号并不是谁来取的 这个称号是主耶稣亲自来称积淀的 是神亲自来认可积淀 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那积淀做了什么事情被神这样的认可呢 我们今天就要从四世纪当中 积淀的世纪当中来学习 三点积淀首作值得我们来学习 也是他被称 小弟查考认为他被神称为大能勇士的三个原因 我们一样先请来看四世纪第六章 四世纪第六章 我们从就来看十五节 十五节 耶和华的使者向积淀显现 对他说大能的勇士 耶和华与你同在 我们再来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节 当那夜 耶和华吩咐积淀说 你取你父亲的牛来 这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 并拆毁你父亲为巴黎所足的坛 砍下坛旁的木偶 在这函石上真正齐齐地 为耶和华你的神煮一座坛 将第二只牛献为凡计 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财 二十七节 七殿就从他的仆人中 挑了十个人 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的 他因怕附加和本城的人 不敢再白做行这事 就在夜间行的 成立的人清早起来 见巴黎的坛 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 第二只牛献在新竹的坛上 阿们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第六章又是一个时代的兴起 当中百姓又行恶事 被神交在敌人的手中 这些百姓因为苦苦的生活 到处躲藏 他们在山中挖洞 挖主洞穴 来建造他们的避难所 那每逢他们要出去杀种的时候 那敌人就会来攻击他们 毁坏他们的土产 没有留下食物 牛羊鱼都没有留下 可以说是一片荒芜 这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勇士 就是基殿 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 然后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能的勇士 基殿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在信仰上 就是来信仰的复兴 他来去除灭偶像 所以在二十五节这里就有记载说 神要基殿去拆毁 并砍下这些偶像 这些从父亲所留下来 所建造的偶像 要重新建造一座神的祭坛 那基殿就照着神的吩咐来去行的 我们从圣经当中 可以清楚知道 拜偶像是神最记恨的事情 既然神是全知全能 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 就已经存在了 这些偶像是后来的人 被神创造的人去雕刻的 有真神 人竟然不去拜他 竟然去拜这些人手造的 这些像 所以神就吩咐说 要拆毁父亲 为巴利所筑的坛 砍下这个坛旁边的墓 摩西 基殿就照这个吩咐来去行的 那在这个除偶像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偶像代表的就是 属这个世界的魔鬼 偶像恶魔要来成为这个像 来迷惑人 那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像 拜他的人被砍碎这些像 所以他一定会起来来去反抗 来去逼迫这些人 所以我们继续看28节 28节这些城里的人就起来 来去问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做的呢 因为这些城的人 这些百姓都沉迷于拜偶像之中 他们查到之后就知道 这就是基殿做的 就告诉约阿斯 就是基殿的父亲 说赶快把你的儿子交出来 要来致死你儿子 因为他拆毁了我们所拜的偶像 非常理直气重 但是基殿的父亲约阿斯 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竟然是为了巴黎争论 那如果巴黎是神啊 他的坛被拆毁了 那他就会起来为自己争论 那我们从这里果然看到 这些人手造的偶像啊 是有那个手的形象 但却没办法动 有脚也不能跑 所以这些偶像就被拆毁 但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百姓啊 竟然起来 要来去反抗 竟然想要致死基殿 所以在出偶像的过程当中 就会遭受极大的逼迫 在真书教会里面 有一位严人生传道啊 他自己本身就有做这样的见证 就是他在过去注目土窟教会的时候 有一天去访问信徒的时候啊 他发现他们家的外墙 竟然画了三尊非常大的偶像 那他就非常难过啊 自己的信徒啊 竟然会去来画这些偶像 因为是传道人 所以他也非常清楚知道 真神是非常记邪的 是圣洁的 那行这些事情啊 是得不到神的悦纳 那画这些像啊 那就是等于是给魔鬼留了地步 也是成为跟魔鬼一伙的 但是啊 他没有立马去做责备 他先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去询问这个信徒之后 听他的解释才知道 原来隔壁的邻居啊 是一个家邻的祭坛 那要把祭坛 设在他们家的隔壁 那种私人的祭坛 那设在他们隔壁不打紧啊 而且还要来去 在他们的墙壁上 涂抹油漆 说要来帮他们涂抹油漆 看起来好意思要涂抹油漆 但没想到竟然是画了 三尊很大的偶像 那传道就历史的跟这个信徒讲说啊 我们来信这位真神的人 墙壁上啊 不可以画神明的偶像 但是啊 虽然他们想要清除 对方啊 这些祭坛的人啊 却说要等他们办完法会 需要再等一年 但是啊 怎么可能容忍在这一年呢 所以传道经过跟坛主妈妈的沟通啊 这个坛主的妈妈虽然同意说 要把偶像除掉 但是过后啊 这个坛主竟然找了一帮凶神恶杀的人啊 要来打 传道他们一行人 包含那些信徒 但那时候传道已经有请 教会执事啊 还有打电话有报警 那就告诉警察这样的事情啊 那对方才安静下来 然后才说啊 可以让我们把墙壁的地方涂掉 所以感谢主 从这个传道人的见证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啊这样的偶像啊 会他们想要用各样的情况 来去在墙壁上啊 留下偶像 来去敬拜这些 人所做的像 但是啊 当我们要把它来去除掉的时候 啊 却会遭受到恐吓与逼迫 但是感谢主啊 神啊 只要我们愿意 有把它除掉的心啊 神就会救我们脱离 这样的凶恶 啊 所以从此之后 这个信徒一家啊 就不再受到这样的干扰 啊 就住在神的爱中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部分啊 积淀啊 他来除偶像 啊 这是在复兴信仰上 啊 一个重要的啊 事情 也重要的步骤 就是我们要除掉 啊 偶像 啊 那这偶像啊 有实体的啊 当然有时候也有 无形的偶像 好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 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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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那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阿们 从这里 圣经上告诉我们 啊 我们就是神的殿 啊 我们都是神 啊 的救恩 拣选 啊 我们 啊 是 圣洁的 啊 这个殿 啊 是 圣的 那如果我们毁坏了这个 神圣的殿的话 啊 神也要毁坏 那一个人 啊 所以 既然我们就是神的殿 那神的殿里面 岂能存留 啊 设立 偶像呢 啊 意思就是 我们的心中啊 啊 岂可来存留 啊 一些偶像 啊 什么是偶像呢 啊 我们知道有形的偶像 是我们看得到这些 啊 人所造的 啊 人所 设立的偶像 啊 但是有形的偶像啊 啊 人啊 可以轻易的分辨出来 啊 也比较容易防备 但是无形的偶像啊 他迷惑人是更厉害的 啊 也是更难防范的 啊 常常就 让我们 啊 不小心 堕落在这个其中 啊 迷失的方向 啊 所以在旧约时期啊 何西亚先知 啊 神的 先知 啊 就来去责备百姓啊 因为这些百姓 拜偶像 啊 他们 啊 这样拜的偶像啊 啊 不是只有那些像啊 啊 这个先知 就用各样的 类比方式说明 这些东西 啊 就是他们 的偶像 啊 因使他们心 不受约束 我们来看 何西亚书第四章 十一节到十二节 十一节 坚银 坚银汉酒 并心酒 夺去人心 夺去人的心 我的名 求 问木偶 以为木葬 能指示他们 因为他们的银心 使他们 失靡 他们就行银 离弃神 不守约束 阿们 从这里可以看到 从属灵的观点啊 坚银啊 酒啊 木偶啊 一切啊 能够替代神 使人离去 来去追求的 或者是在 使人在无知的情况下 使人被迷惑 来屈从 让内心里面 是背逆神的 这些 其实就 都跟拜偶像 是相似 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把它归类 就是财 财产 事利啊 赦 情欲啊 骄 骄傲 把自己当作就是神 这类的啊 都是内心无形的偶像 他都会使我们远离神 这也是我们 今天 要更加防范的事情 所以基殿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信仰上的复兴 要来除掉偶像 那对于我们现今 的基督徒来说 不管是有形的偶像 或者是内心 无形的偶像 我们都要靠主 来把它除灭 主所吩咐的 我们就 照主所吩咐的来去行 如同基殿一样 再来第二项 为什么基殿 会被称为大能的勇士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有神的灵 在他身上 我们来看四世纪 第六章 第六章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耶和华的灵 在基殿身上 他就吹脚 也比以世主 都聚集 跟随他 阿们 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的灵 降临在基殿的身上 在我们谈到 额头孽 逝世的时候 同样也有谈到 神的灵 降临在额头孽身上 兴起额头孽 额头孽就拯救 百姓脱离 敌人的手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基殿同样 有神的灵 降在他身上 这个灵 是受到神的裁剪 的这样的一个 亲自拆派 代表有神的权柄 是神的印记 代表是领受 从神来的能力 那这个能力 就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不是靠自己 能够胜过的 是因为神的能力 神的灵 加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殿 他就来去攻破敌人 基殿的敌人 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不是神的灵帮助 是靠人到底 是无法想象 到底怎么攻破的 敌人 有十三万 五千人 这个数目 圣经上形容 就好像蝗虫一样多 就跟骆驼一样 他们的骆驼是无数的 就好像海边的霞一样 所以对比基殿 他吹号角 招募的 总共是 三万两千人 这样子来稍微算了一下 基殿的人数 跟敌方的人数 差了快四倍 但是用人的想象 这个四倍 我们会想要去攻打吗 已经差了四倍 如果用人的角度 我们从孙子兵法上 大概可以有一个参考值 就是他说到 进攻方 通常要是首方 人数的大约是三倍 像是首方如果是一万人 进攻方 就要有三万人 所以这样子相差的四倍 其实是比想象中的 还要多的 因为基殿他们是进攻方 而且他们是长期贫穷 在当时都被欺压 他们的人员的数值 吃都吃不暖 吃都吃不饱 穿都穿不暖 那他们的武器 跟敌方比起来 也是相差一大截 可是在这个时候 神却害怕他们说 不是 神却恐怕他们打胜仗 就自夸自大 竟然在透过一些方法 要让这些人数在精减 就后来 透过一些方法 就是要来去筛选 那就告诉他们说 如果有人惧怕的 就回去 所以后来发现 其实很多人是勉强而来的 这个三万两千人当中 有许多人是勉强的 他们是非常惧怕的 所以这些人就回去了一些 只剩下一万人 那这个一万人 跟敌方差距的倍数越来越大 相差了十三倍 可是基甸仍然是顺服的 神仍然觉得这样的人数太多了 最后再塞了一次 就是不够谨慎的 用手捧水的 就把这些人来去塞去 塞了大约九千人 所以九千七百人 所以后来只剩下三百人 整个军队只派出三百人 跟敌方的十三万五千人 差了整整的五百倍 这样的兵力悬殊 用人的角度 是如果是我们 我们敢踏上战场吗 要是我们 我们敢去打吗 所以 刚刚收到的 用孙子兵法的计算 攻方是守方的 要三倍兵力 那如果这样 再稍微计算一下 三百人 对比上 再把敌方乘以三倍 这样子算一算 是二点二万倍 意思是他们三百人 要对付 大约就是一个人 要对付二点二万人 这样的数字 用现代战争来讲 是很难想象 极难想象的 用现在人的角度 这么不对称的兵力 不是秒杀 就是屠杀 但神跟基电说什么 基电就照样去行 所以基电 就看到神的应许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七章的十三节 我们从十三看到十五节 十三节 基电到了 就听见一人将梦 告诉同伴说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大饼 滚入米店营中 到了帐幕 将帐幕撞倒 帐幕就翻转轻覆了 那同伴说 这不是别的 乃是以色列人 约阿斯人的儿子基电的刀 神已将米店和全军 都交在他的手里 基电听见这个梦 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回到以色列营中说 起来吧 耶和华已将米店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的阿们 从这里可以看到 他的同伴当中 有一个人 看见一个大的异象 就好像有一个大麦饼 滚入碾进米店的营中 把他们全部都撞倒了 把他们的帐幕 全部都轻覆 毁坏 这个时候就解梦说 这个大麦饼 其实就是知道 他们就知道 这大麦饼 其实就好像是 以色列人要来去 知道是神要将米店 和他的全军 交在基电的手中 所以基电就复复来敬拜感谢神 那回到营中 就赶快跟大家说 起来吧 因为耶和华已将米店人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 这个时候 事件都还没发生 都还只是预言 可是他们有一个 确信的信心 来相信神的应许 必要临到他们 所以我们再继续来看十六节 十六节 于是基电将三百人分作三对 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 瓶内藏着火把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看我行事 到了营的旁边怎么样行 你们也要怎么样行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在营的事为吹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基电和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山根之初 才换根的时候 来到营旁 就吹脚打破手中的瓶 山对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了瓶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喊叫说 耶和华基电的刀 他们在营的事为 各站各的地方 全营的人都逃窜 三百人呐喊 使他们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逃到希拉的人 逃到希拉的伯哈是他 直逃到靠近 喀巴的亚伯米和拉 以色列人就从拿佛塔利 亚瑟 哈马拉西 全地聚集起来 追赶迷甸人 阿门 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就使他们 来去攻击迷甸人的时候 基电就用了一个方式 就是只有一百人 把三百人又分成三个小队 那有一百个人 就来到营的旁边 等候命令 听候基电的指示 那就在指示来到 三队同时吹脚 打破瓶子 大喊耶和华基电的刀 这敌营的人就都逃窜 都大声地来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这时候耶和华就使全盈的人 用刀户相击杀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神的预言应许 在这里实现 那这个大麦饼 其实就表示着 在农耕的以色列人 那大麦饼滚入藏墓 这个藏墓就代表着米店人 所以预言说 藏墓要清败了 那就是代表米店人的失败 但奇妙的是 当时三百人 这个精兵要出发的时候 他们的配备 曾经有看到的 除了食物以外 就是脚 还有空瓶和火把 当中没有写到 他们有带刀 他们针针的时候 打破瓶子 左手拿火把 右手拿着脚 所以我们看不到 他们动刀来击杀 反倒是在混乱当中 耶和华使全民的人 用刀互相来击杀 以色列人 这些精兵 只不过是各站各个地方 来吹脚 来呼喊 用火光来照耀而已 如果真的要动刀 那可能是在后面 追赶敌人的时候 才会用到 所以他们所呼喊的 耶和华积淀的刀 这个刀 不是他们的刀 是敌人手中的刀 互相砍杀 互相残杀 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所以在四世纪七章十八节 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所呼喊的 耶和华积淀的刀 那在原文当中 其实是没有 这个的刀 这两个字 它底下有黑点点 代表是 后来加上去 让它比较贴近意思 所以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 应该是 耶和华和积淀 他们大声呼喊 耶和华和积淀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耶和华和积淀同宫 和积淀同在 所以因为 神的同宫 神的同在 就制服了敌国 彰显了神的公义 来打退 外邦的全军 他们一刀一枪都没有动上 就使全军溃败 是刚提到的 那些战损笔 都是用人的角度去思考 用人的角度 看见现实的可怕地方 就会思考说 这样我一个人 要怎么对付 2.2万人 这想 用人的角度是 想都不可能有解决的方法的 但是唯有倚靠神 神就使他们得胜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积淀 他为何被神称为大能的勇士 那就是因为 他谦卑的来回应 他的回应是充满着 柔和跟谦卑的 我们来看四世纪第八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法连人对积淀说 你去与米甸人征战 没有召我们同去 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他们就和积淀大大的侦察 积淀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强过亚比亚 谢所栽的葡萄吗 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额利和西一伯 交在你们手中 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积淀说了这话 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 阿们 所以这里以法连人 在事情发生之后 才起来向积淀说 为什么没有找我们一起去呢 但是积淀他的回答 非常的柔和 与谦卑 可以从他的回答 知道积淀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就是他清楚知道 这个功劳不在他身上 所以他非常谦和 他回答了两次 重复了两次 那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他意思 他就是清楚知道 自己根本算不得什么 自己所做的 算不得什么 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但是他知道 以法连人是早茶 他们为了想要增功 所以他心里虽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但也没有再跟他们争论了 这时候 以法连人的怒气 就消退 所以在真言的十五章第一节 就来告诉我们说 回答柔和的 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言语暴力 触动怒气 所以可以看到 积淀他的回应 是充满了谦卑 与将不来争取这个功劳 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同样 知道他有这样谦卑的心 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 我们来看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 二十三节 二十二节 以色列人对基电说 你基救我们脱离米甸的手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基电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阿们 从这个时间点 这个角度来看 基电的回答 是非常谦卑的 他知道百姓 想要立他为王 但他明白 自己作王 是不合神心意的 所以他就拒绝 以色列人的拥戴 这时候他还非常清楚 这些战争的胜利 不是从他手而来的 这些百姓 却没有搞清楚状况 到底是谁出手拯救 这些百姓 竟然认为是基电 拯救他们 百姓 有些百姓 虽然亲身经历过战争 但却迷糊 或忘记了神才战争中 所扮演的角色 真正的拯救者 是神 不是事实 刚刚所提到的 区区三百个人 怎么可以打赢 这十三万五千人的敌军呢 这样子的 这么悬殊的兵力 用人的角度 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忘了感谢神 这些百姓 也忘了将荣耀归给神 反而将荣耀来归给人 他们想要立基电为王 但是基电就知道 是神才能管理他们 是神用刀 来让敌人互相击杀的 赢得战争胜利的是神 唯有神才能管理他们 所以我们从开始到结束来看 从刚刚藏所简单归纳下来的 在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当中 神的使者向基电显现 对他说大能的勇士 耶和华与你同在 所以我们可以从了解神的角度 基电做了许多事情 那我们把它简单归纳整理起来 我们就可以来效法基电 他为什么被称为神大能的勇士 第一个就是他来复兴信仰 把他来除灭偶像 第二个就是有神的灵来同在 领受神的权柄与能力 就因此看见神的应许 与神同工 因此来胜过仇敌 最后第三个 他将基电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天上的神 他知道战争的胜利 不是从他守而来的 都是因为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子他们国中 就因此太平了四十年 在八章二十八节这里说到 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头基电还在的日子 国中太平了四十年 这是非常大的恩典 从敌人手中来去拯救他们 脱离敌人的手 但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是正面的部分 一直到这个时间点 以前基电各方面做的 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有时候我们在这样子的人的称赞 与荣耀当中 有时候如果不保守 保持警醒自己的话 渐渐的就会迷失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再仔细查考 整个四世纪 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渐渐的再从第九章再继续看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 基电好像表面上不敢夺取神的荣耀 但是渐渐的他从胜利 却逐渐有了信仰上的危机 那这个部分呢 小弟会在下一次的时候 再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但是从这个时间点来讲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 他们因着信 神就带领他们 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 他们因着跟神的同工 就制服了敌国 彰显了神的公义 打退外邦的全军 这句话 我们可能会很常听到 这就是在西伯来书当中提到的 基电他们 这些事实 因着信 他们有与神同工 他们来制服敌国 彰显了神的公义 打退外邦的全军 这个都是事实 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 效法的地方 我们就从这些地方 来去做彼此的学习与勉励 今天晚上小弟的分享 就到这边 那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三百五十二首